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个叫做习性,我们每个人都会 因为我们大脑的data就有很多不好的思维 或是坏的讯息,或是曾经碰过事情 所以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比方说 我们练习,不断的练习感谢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就慢慢会看到好人坏人都有优点 你会看到很多优点,然后缺点看得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大脑的思维,就是大脑的一个异章力 就是比方说你大脑就是善很多,感恩很多的时候 饿就会少,饿少的时候就是不好的,看不顺眼的,看不惯的东西 会越来越少,看不惯的越来越少的时候 人自动会变成乐观 所以自动变成乐观的时候 你就会做什么事情 都是开始往,就是好的方向 因为你自动会跑出来 哦,这个可能就是很好的事情 这是,就是很内疚 所以为什么说 我不断的说大家要修炼 大家修炼,为什么我每个月都花很多时间 就跟大家讲演讲也好 然后YouTube也好,讲的都重复重复 大家都会忘记啊 然后再讲一次,练一下 再讲一下,练一下练一下 我希望花个二三十年 就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 就是说,希望大家感恩一点 希望大家善良一点 希望大家有,就是看别人优点的一面 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家庭何乐 这个国家对你的和尚 然后另外一个就对国家另外一个和尚 天下就太平了 你每天都看别人的缺点 看别人的不是 那别人就对你不爽 那怎么可能会好呢 夫妻也好,同事也好 任何人,人际关系也好 都是一样的 善的思维的力量就在这里 善的思维是每天24小时陪伴着我们的 是你的生活的百分之百的一部分 所以意思是很重要的原因 是说我们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所以意思是说 在那个西藏 就是有一个从印度出来西藏 一个经文非常有名的 叫做一个修心七要 就是修心 training mind 就是lojong 就是意思说这个 就是lojong tundimma 意思是说 修心就是修我们的心 要修理啊 因为它太杂了 太复杂了 太负面了 把负面全部都要修掉 这个的七个方法当中 第三条就是意思说 碰到不好的 碰到恶的 碰到任何就是不幸的事情 是要转换成修行 所以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碰到坏人 是要感谢它 是为了你进入道的概念 进入道的时候 你才会成长 你的思维成长 你的身体的健康成长 你的所有东西都会成长的概念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习惯性的 遇到好的也好 遇到不好的话 变成你习惯性的 乐观的思考 是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所以就是我一直不断的讲 就是说今年一直不断的讲着 菩提心 是希望大家便得善良一点 希望每个人都是看着别人是顺一点 比方每天都要点评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 霸占了我们大脑的很多的负面的东西 如果我们大脑就有太多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遇到事情是马上会进入负面 这个就是二循环的概念 你永远一直在那个track里面 如果你一直练习 就上了循环的时候 你变成乐观的时候 你是碰到很不幸很不好的事 你也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或什么 从马上会打开你上的那个门 或是上的那个道路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意思是说 不断的修炼修炼 练练练练练很重要 观听是没有用的 所以希望我讲的 大家都变成自己的知识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我一直会叮你大家 就说一定要练习感恩 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善良一点 没有一定坏处 可以可以可以 都是可以 就是不需要固定 只要有时间就可以 最少就是一天 我的刚开始就是说不要太久 就十五分钟 如果就是比方说有时间的话 就比方说十五分钟是每次做的东西 当然就是说你如果都是早上十五分钟 早上就开始感恩的瑜伽十五分钟 然后就是中午十五分钟 晚上唱会什么的十五分钟都可以 或是土当法 或刚刚讲的就是用呼吸法来就是念力 比方说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赶快排出去都是可以 就是但就是说每次打坐十五分钟就好了 睡前打坐也可以 放后打坐也可以 都没有问题 幻想跟迷想都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就是说迷想的意思说 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迷想或打坐 或meditation就是静坐 这些都是在讲就是我们希望静一想 但幻想是又另外一种 就是胡思乱想 但就是幻想可以变成就是意思说 幻想变成迷想的一种好的方法 是我上次讲过 如果你在迷想的时候 可以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就幻想没关系 哦我中了一百万 然后我可以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可以逛街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要分给我的朋友 这个那个要我请大家吃饭 哇这么美好 然后就觉得哇要谢谢大家 这种想法就是增加我们乐观或开心的概念 可以用这样来去打坐 就是不断地想 不断逻辑逻辑思考去想 所以意思说有时迷想是 想好的事情 想美丽的事情 想感恩的事情 这些都是一种方法 所以不是说幻想是不好 幻想就可以把它转换成 纯粹型 意思是说转换成好的 善的 美丽的 快乐的 开心的 乐观的一面的话 对我们的大脑是有用的 不要就是说幻想上幻想变成 你会明天股市会下跌 然后怎样怎样呢 然后经济下调 我工作没有了 怎样 然后幻想 然后就觉得自己自己 然后自己十二不赦 会怎样 年纪大了 没有人养 或干嘛干嘛一旦都幻想 很多这种 负面的要不得 我们一定要就是用幻想的角度也好 活在过去的思维也好 任何思维 我们一定要找到 善的思维跟善的循环 我一直不断的讲 才会我们的人生活的比较轻松 比较乐观 比较善良一点 所以意思是说 不断的练习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 所以幻想跟冥想是不一样的概念 但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来可以冥想或打坐是可以的 如果就是比方说有些人打坐的时候 就是不要太专注在姿势上面 第一个打坐不是练功夫 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讲 就是说如果你 就是通常我们在讲 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 如果关节很双痛的时候 你如果你可以双盘 就是如果关节双痛 你就变成单盘就好了 如果你没办法单盘双盘的时候 就轻轻松松的 甚至就是一个垫子 这样一个垫子 然后这个垫子 就是这个垫子上面 就是比方说这个是一个打坐的垫子 然后这下面垫一个厚厚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坐在这个上面 然后去认真的打坐 这样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可以 关节不舒服或什么的都可以改善 就是这样子 通常就是打坐的垫子是这样子 通常我都是一个垫子 这个要硬一点 这个要硬一点 然后硬的垫子就是这个放上面 然后这个小的就放在这后面 然后屁股就是一半落在这里 这里的时候就是膝盖这样弯的时候是很轻松的 所以就说膝盖比较不会酸 所以这个是可以坐着 然后你的功力越来越好 就是这个会弄子越来越薄 现在刚开始是高一点 这样就反而关节是比较不会酸痛 甚至就是这个垫子可以比方说 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的时候 后面的屁股坐在这个上面 就是可以这样子膝盖直直的 所以就是不一定要盘 但就是你练习打坐 然后打坐以后 打坐是为了给大家放松 然后以后越来越放松的时候 它有一天自然会盘起来 不用抢酒 不要去练功夫 但是身体是自然的 你越放松的时候 身体的那些动作是很轻松的 所以是印度在讲瑜伽是结合 结合什么 身心 就身体跟心理结合 心理可以主导身体 就是意思说 心很放松 很relax的状态 身体什么姿势都很轻松 因为我们很紧绷的状态 所以就是越想坐 越坐不起来 所以意思是说 打坐是为了给你放松 不要练功夫 你膝盖不舒服 一定要盘一下 这样不要 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去坐 好不好 那就是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的思维 就是我们的很多情绪不稳定也好 思维也好 不开心也好 很多都是要么活在过去 就是过去的事情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五年前怎样怎样 六年前怎样怎样 我小时候怎样怎样 我去念学校的时候 那个同学对我怎样怎样 恨到现在 怨到现在 都有 甚至有些人 就是比方说 活在过去的时候 连睡觉都进行过来 梦 吓死 真的 每天都这样子 所以曾经遇过这些事情 然后有些人到了一定程度是 藏在内心的东西爆发出来 犹豫症 遭遇 什么一大堆情绪的问题 都会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的思维就是活在这 所以我们的情绪就很简单 一个就是 百分之五十就是活在过去 百分之五十就是担心未来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明年怎么样 后年怎么样 我老了怎么样 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啊 其实这些都是 就是不要说你断掉 断掉不容易啊 但就是这些对于 对我们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就是 这些都是没有的东西 虚有的东西 只是我们就是抓在那里 就是抓着不放 所以意思是说 你有些过去不好的记忆也好 不好的东西也好 就是一定要从上 或从感恩 或是从理解开始要放下 放下不容易 但就是一定要放下 你积越久 就是意思是说 怨气也好 就是有些个不开心的时候 如果你越放不下 像雪球一样会滚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然后特别是你能量不好 或是你心情不好 或是你低落的时候 想起来就是更讨厌 就觉得怎么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讲就是 这种怨就像这个杯子一样 就是precious 意思是说 看起来很轻 一个小小的事情 但就是说我一直抓在这里 然后我抓一天 两天 手都快就蹭不住了 这个叫做 时间的累积出来的果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在讲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 马上处理 马上处理 不好的东西 马上该放下放 如果时间越久 越累积越久 你肩膀上 放在去年的事情 今年的事情 昨天的事情 十年前的事情 什么都在放在这 你怎么传气啊 你走路都很累啊 压到你传不过气来 这些没有东西 就赶快放下 如果我们走的时候 是希望轻松的走 你不要就是 要进棺材还带走 所以就是不要这样子 自虐的行为 就是不要自责 也不要虐待自己 就是人一定要awake 要想清楚 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讲 就是说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跟逻辑思考 然后对你有什么好处 但就是说这些方向是不容易 但就是你要练习 每天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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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东西跑出来以后 你马上就说 这个是不好的 这是洛杉诗讲过 对于我们没有好处 这个是不存在的 马上要觉醒 然后就说练习 中断 但明天还可能会跑出来 那就要练习 断掉 这个是不好的 就是提醒自己 就是你这种思维 这种想法 过去曾经遇到的 不好的事情 突然跑出来 这件事情是只有破坏你的情绪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一定要觉知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提醒一次 两次三次 这样跑出来的机会 就越来越少 如果不练习 永远做不到 放下 哪有那么容易 我们说放 我叫你现在放下 你怎么可能放得下 放不下 但就是说练习以后 真的会做到 真的会放下 你不断的练习 你不断的练习 那个跑出来的时候 跑出来那一上当心 就不开心 你下一秒 比较清醒的时候 就说 刚刚那样想法 或是那样 又困在过去 那个是不对的 真的是这样是不好 对自己不好 对自己所有东西的怨气 你只会增长 然后洛杉矶是说 国王这样是不好 Stop 明天开始我不能再跑出来了 就开始要求自己 明天还是会跑出来 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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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练习练习 有一天你就解脱了 花很多时间了 但就是新的东西要练 所以就是为什麽说 修心了 或是练习了 一直不断的练习以后 才会成长了 가多久 哪里 人生意外 等下 牛руш 鸡 这